大家好,我是王老师。 今天我们学习第十二课 人生感悟。 上一次课我们学习了关于成功的话题。 那么今天这个话题说的是人生 还包括感情、家庭等等。 不过成功更多,谈的是怎么才能成功 而这一刻的话题谈的是怎么才能幸福。 人生感悟 那么人生感悟话题的内容包括 第一,人生的道理,人应该怎么生活。 第二,对家庭对感情的感悟 家庭怎么才能幸福,感情怎样才能好。 第三,人际交往的道理 和朋友怎么才能在一起更好 等等。 好,这是这一类话题主要的内容。 那么这一类话题有哪些特点呢? 和成功之路那样的话题。 一样,这一段话题呢,主要也是议论和分析 也就是我们说的议论文。 另外,在这种话题内 因为主要是和我们平常的日常生活有关。 所以呢,很少专业词语。 一般这些词语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使用到的。 第三,和成功类一样,一般这些内容都是比较积极向上的。 不会是人生没有希望这样的内容,一般不会有。 第四,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很短的例子或者是名言俗语。 关于人生的道理经常会有一些很有名的话。 这些话有的时候会在文章里出现。 但是你不用担心,这些话即使你不明白,一般也不会影响对整篇文章的理解。 这种类型也同样有长有短,阅读二和阅读三都有。 好,下面我们就来看两篇文章。 同样第一篇文章有几个生词,第二篇文章我们没有生词。 好,请大家先跟我来读一下第一篇文章的几个生词。 追求,追求自由,追求成功。 财富,失去了财富,追求财富。 迷失。 迷失,迷失方向,迷失了人生的目标。 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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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然的结果,没有必然的关系。 比比结识。 这样的事儿比比结识。 这种东西在中国比比结识。 衡量。 用金钱来衡量。 衡量的标准。 下面,请大家先跟我读一遍这篇文章。 读的时候,大家思考一个问题。 这段话说的是两样东西的关系。 那么说的是什么和什么的关系呢? 好,我们开始。 人们在追求财富的过程中,很容易迷失生活的方向。 常常错误地认为,更多的财富会带来更多的快乐。 事实上,快乐跟财富没有必然的关系。 生活中不幸的富翁比比结识。 幸福是不能只以金钱来衡量的。 好,这段话说的是什么和什么的关系呢? 我们看到,在这段话中出现了很多财富,财富,财富就是钱。 那么也出现了很多快乐,快乐。 所以这段话说的是财富和快乐的关系。 财富和快乐,也就是钱和快乐,是什么关系呢? 这是我们经常思考的问题。 关于这种话题,我们一般会想到,别人是怎么想的,人们是怎么想的,实际上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经常会问这样的问题。 那么下面,我们思考三个问题。 第一,人们有什么错误的看法,错误的就是不对的。 第二,实际上,快乐和财富是什么关系。 第三个问题,有钱的人会幸福吗? 好,我们看第一个问题。 人们有什么错误的看法。 那么我们看到错误的认为,后面应该就是人们错误的看法。 错误的看法是,更多的财富会带来更多的快乐。 为什么有这样错误的看法呢? 答案在前面。 那么追求财富的时候,容易迷失方向。 迷失方向这个说法,其实很少用在迷路上。 是我们谈到人生的时候常见的一个说法。 就是找不到人生的目标,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 好,第二个问题,实际上快乐和财富是什么关系。 我们在文章当中,这一句是答案。 那么前面事实上,我们特别要注意事实上这样的说法。 这些说法的后面往往就是文章真正的意思。 那么下面,没有必然的关系,或者说没有必然的联系。 这是个非常常见的说法,意思就是两个之间不一定有关系。 不是有了A就有了B,快乐和财富不一定有关系。 不是有了快乐就有财富。 好,请大家记住这个说法。 没有必然的关系。 好,第三个问题。 有钱的人会幸福吗? 答案在最后的这一句。 不幸福的有钱人比比结识。 比比结识的意思是到处都是很多很多。 那么还有一句值得注意的是,以金钱来衡量。 以金钱来衡量的意思是用金钱做标准。 我们会说什么什么不能以金钱来衡量。 比如说成功不能以金钱来衡量。 快乐不能以金钱来衡量。 我们谈到人生和钱的关系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会这样说,不能以金钱来衡量。 所以在这里幸福不能只以金钱来衡量。 最后我们看一下,在HSK五级考试阅读二中题目,哪句话和短文内容一致呢? 好,我们可以看到刚才这篇文章谈的是钱,金钱和快乐,或者说金钱和幸福的关系。 那么答案应该是C,钱多不一定就幸福。 好了,第一段文章我们就到这里,下面我们再来看一段文章。 这段文章我们没有生词,我们直接看文章。 请大家先跟我读一遍。 读的时候思考一个问题。 这段话谈的是改变什么? 好,开始。 不要试着改变丈夫或妻子的生活习惯。 因为他们已经这样生活二三十年了。 正如中国古话所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要他们改变自己,按照你的要求来生活是非常难做到的。 你要做的应该是适应对方。 好,我们来看问题。 这段话谈的是改变什么? 好,我们看到改变生活习惯。 所以这段话谈的是要不要改变生活习惯。 那么答案是什么呢? 我们往后看。 我们思考三个问题。 第一,要不要改变。 要不要改变夫妻的生活习惯呢? 第二,这段话当中有一句中国的俗语,叫做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它可能是什么意思呢? 好,第三,我们应该怎么做。 好,我们先看第一个问题。 要不要改变夫妻的生活习惯呢? 这个问题很简单,就在第一句。 不要试着改变。 好,第一句很重要。 特别是我们说人生感悟和我们以前说的成功类的。 常常会有一句话代表整个文章的意思。 而这个句子一般就在最前面或者最后面。 所以这句话不要试着改变丈夫或妻子的生活习惯。 就是这篇文章的主要的意思。 后面都是对它的解释。 好,第二个问题。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可能是什么意思? 这里面有一个正如什么什么所说。 我们用俗语或者是名人的话的时候经常这样用。 后面就是那句话。 那么这句话是什么呢?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不用担心不明白,因为后面会有对这句话的解释。 这句话的意思是,要他们改变自己,按照你的要求来生活,是非常难做到的。 好,第三个问题。 我们应该怎么做? 那么这个答案也很简单。 就在最后一句。 你要做的应该是适应对方。 适应是这个回答最重要的地方。 两个人互相适应。 好了,问完这三个问题,我们应该知道这篇文章的意思。 这篇文章的意思就是不要改变夫妻的生活习惯。 我们应该适应对方。 下面我们来看,它作为阅读二,在考试当中的问题。 哪句话和短文内容一致呢? 答案应该是D,要尊重彼此的生活习惯。 那么彼此就是你和我两个人之间。 那么在这里就是夫妻之间。 要尊重夫妻的生活习惯,不要改变它。 就是这段话主要的意思。 好,今天我们讲了人生感悟这个话题。 下一课我们会讲一些故事,下次再见。